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 我是黄丽杰 谈到澳门经济文化办事处 我们知道他是在2012年在台北挂牌 但是澳门政府却在日前就是6月16号宣布 从19号起就暂停运作了 那么就在一个月前5月18号 香港驻台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也关闭了 那么港澳驻台机构先后暂时停摆 对台港澳互动交流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而这显示中国大陆对台工作有哪些转变 台湾又该如何的因应呢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中华港澳支友协会副秘书长 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 萧都环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萧富密你好 萧富密你好 如果我们要知道 这个香港跟澳门在台湾的办事处 那么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为何会暂时停止运作 我们就先从香港跟澳门在台湾经贸文化办事处的运作位阶 我想从我们中华民国来说 它是等同国对国或属两岸特殊定位的了解 可能会比较清楚 这个部分请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下解析 是我想其实包括香港驻台的办事处 以及澳门驻台的办事处 我想他们都是在2011年 那时候随着两岸关系的一个转好 然后来进行突破 那当年其实当然 如果我们就回顾 当时候陆尔会主委 赖清元赖主委的一个说明的话 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清楚 那主要其实是 我们过去在港澳都有所谓的一个办事处 我们在香港是以中华旅行社的名称来运作 在澳门是用所谓的一个台北经济文化中心的一个名义来运作 那那时候随着刚才提到两岸关系转好之后 我们也想要把我们在那边 过去这样的所谓比较民间机构的一个名称来做一个提升 因此我们陆续的把我们驻香港 以及驻澳门的两个单位都提升为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其实根据对等的一个原则 我们也让香港以及澳门政府分别在台湾也来设立所谓的办事处 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相互给予礼遇 相互给予所谓的一个免签证的一个待遇 那也作为我们跟香港跟澳门政府来互动接洽的一个管道 那当然可能听众朋友也会比较纳闷说 为什么会专门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台港湾关系来做加强 我想大家可能也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就是 根据我们的一个港澳人民关系条例 我们把香港跟澳门视为是有别于中国大陆之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 当然他这也配合了大陆过去所谓的一国两制下 香港政府跟澳门特区政府这样子运作的一个形态 所以程度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两岸关系下的一个互动往来的一个关系 那么其实听来还是有点官方的一个互动的定位的了 那么从这里来看我们就来细部来观察 如果说我们以最新的就是澳门在台湾的办事处暂时停止运作来看 台湾跟澳门长久以来在官方互动往来是怎么样呢 如果在一个时间点来做一个切割 如果以1999年澳门主权移交中国大陆之前 还有之后来做一个观察到底有哪些差异变化呢 老师 是我想其实当然在1999年澳门主权移交以前 我们在澳门的一个发展相对 因为当时候葡萄牙政府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关注 也没有太多政治上的运作 那当然我们如果要借鉴去观察的话 我们当然大家可以去留意到 过去在97年之前 香港在港英政府的一个治理的时期 它其实当然为了去避免成为两岸之间政治互动角力的一个 扮演太多的政治角色 所以基本上它尽量的都去限缩两边在香港的一个互动 那当然葡萄牙政府其实相对就比较特别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后 其实北京方面就已经逐步的掌握着 澳门社会的一个运作的一个体系 那其实在那个时间点 葡萄牙政府基本上也就不大去做太多的一个管理 所以在澳门的一个99年回归的一个初期 其实台澳关系就一直是在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角度运作下去进行 所以我想这个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 提到澳门这个部分 就是说在主权移交中国大陆之后 跟台湾的互动 是不是在这个部分官方就比较 没有很积极热络的这样的互动呢 官方这个部分 我想其实当然在当初 我刚才提到说 其实在97跟99 香港跟澳门陆续要主权移交易之后 其实北京就定出了 由当时候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前期生 定出了所谓对香港对台 以及澳门对台个别的一个七条规范 我们称为澳门前七条或者香港前七条 那其实在当时候他们就规范说 澳门政府跟香港政府 要跟台湾来互动的过程当中 那怎么样要遵守哪些相关的一些规范 那其实当然我们都知道说 我刚才也提到了 其实澳门在回归以前 基本上他就已经在中国实质的一个掌控之下 也因此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相对澳门特区政府在主权移交之后 他对台湾的互动相对是比较宽松的 在政治上的限制相对来讲也不是那么的一个严谨 那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彼此之间的交流往来 相较于香港而言是互动是比较良善的 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说 在主权移交之后 其实根据前七条这样子的一个规则 其实各种民间交流往来 包括经济文化 包括人员往来 基本上也都比较宽松 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过去也有所谓的一个澳门模式 就是在2000年到2008年 陈水扁前总统执政的一个时期 两岸因为政治上的紧张 但我们都透过了澳门的一个中转中介的一个平台 来达到台澳之间的互动 甚至是两岸之间的互动 我想过去澳门在两岸之间 确实扮演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角色 澳门相对香港跟台湾的往来 在主权移交之后 是相对是宽松的 所以两岸的官方的互动 应该还是蛮顺利的 那么在民间的部分的话 我想我们就拿我们中华港澳支友协会 来做一个观察点 好了 那么中华港澳支友协会是一个民间的联络 台湾 中国大陆 那么甚至香港跟澳门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交流的 那么民间交流 其实看到在经贸 我看到两年前也会有一些经贸方面的论坛 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但是回到中华港澳支友协会 跟澳门民间互动的情况 如果说就诚如老师 你刚刚所提到的 澳门好像没有因为中国治理 强化减少跟台湾交流 所以这个部分来看港澳支友协会 在这部分的交流 澳门的民间方面 就是还是蛮乐意透过这个平台 来跟我们有所互动的吗 所以我想其实当然整个 我们刚才也提到在港澳与台湾的互动 基本上它还是乡前与两岸关系之下 那当然在2016年 蔡英文总统就任之后 其实大陆也一直针对这部分 在给予关系 那当然在海澳之间的一个交流往来 在2016年之后其实也慢慢的受到政治压力的一个影响 当然还是有很多澳门的民间朋友 他们会透过我们来台湾进行各种的一个交流活动 但我们也注意到它的一个比例是逐年的在下降 那这样的一个因素当然也跟北京在澳门给予了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政治压力是有关的 我们也都观察到了说 其实尤其是在澳门的一个社会运作里面 各种的交流 其实他们都会来跟澳门的一个基金会来申请相关的经费 但我们也看到说在2016年之后 澳门基金会基本上它就比较鼓励 所有澳门的社团到大陆或者说到其他的国家去交流往来 那比较不鼓励来台湾进行各种的交流 也尽量不给予来台湾的交流有补助的一个空间 当然也就某种程度上 它去限缩了台澳之间在民间往来的一个部分 好这个部分就回到刚才老师你所提到 2016年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因为没有接受中国大陆所谓192共识 作为两岸政治交流的一个原则 所以会导致在民间的交流似乎也是受到了影响 而现在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们在派驻香港的人员似乎也有受到阻挠干扰 就是没有办法派驻人员过去 那台湾在澳门也有台北基金无法办事处 是否会因澳门在台湾办事处停摆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呢 是我想其实当然现在我们看到说在这两日 我们驻香港的人员多数已经陆续的返回到台湾 那当然我们最后一位台籍的一个官员 他的签证也将在7月到期 那也可能在7月之后 他也要从香港回到台湾 那当然我们在驻澳门的办事处的官员之前已经过得展期 目前应该可以待到明年的11月左右 那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现况 但也在这样的状况下 各界当然很关心 在我们的一个香港办事处 可能面临业务必须去进行大幅度的一个调整 然后没有办法派驻人员 未来澳门的办事处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想其实大家都非常的一个关心 那当然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说 其实在今年3月 我那时候注意到说澳门特区的特首的一个人事任免 其实就已经在任免今年驻台北办事处的一个主任 持任期就直到6月19号 那时候其实我就很担心说 是不是澳门办事处会有不同的一个变局 然后没想到在5月的时候 5月18号的时候 香港提前来发难 所以我们都可以去注意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暂停在台北的一个业务 其实并不是这一两个月才发生的事情 我想其实在今年年初 北京就已经有考量怎么样来做后续的调整 也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想其实我们驻香港跟驻澳门的两个台北 进行办事处 我们政府应该也已经做出了相对的一个规划 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环境下 我想它还是要回到两岸关系的一个角度去看 当然一方面我们也都理解到说 今年是中共党庆的礼拜年 那当然陈禄我们刚才所提到 在前七条的一个原则下 他当初很清楚的提到了 在台港跟台澳的互动 必须要去遵循所谓一个中国的一个原则 也必须要能够去不妨碍到 不去破坏到港澳的所谓的一个繁荣安定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我想其实目前我们去看到 我们在港澳的一个办事处的一个 目前所遭遇的一个无法人员派遣的危机呢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都源自于北京在政治上 或在对台政策上的一个调整 好 非常谢谢 中华港澳支友协会副秘书长 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 兼任助理教授肖东环在我们节目前半阶段 为我们关注有关香港跟澳门 台湾经贸文化办事处目前在台湾的运作战时停摆 来观察从香港跟澳门陆续在主权移交中国大陆之后 官方还有民间互动的往来到底有哪些变化 那么台湾在澳门是有台北京 无法办事处香港也是一样 是不是会因为香港跟澳门在台湾办事处停摆 会受到影响解析 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再针对相关的焦点 来继续请教肖富密 来谈谈刚好两个在台办事处 那么在短短一个月左右都节点关闭 到底显示了哪些讯息 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严嘉贤 如果您与COVID-19确诊个案曾有密切接触 请留在家中一人一试 戴口罩 勤洗手 物与他人接触 等候卫生单位通知 如果您不是需居家隔离之密切接触者 请自我健康监测14天 若出现相关症状 请联系119卫生局或1922 医指示就医或筛检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中港台听友大集合 央广两岸ING和港市大牌党 节目联手大放送 此刻正在进行听友空中来点名活动 即日期到7月3日止 只要张开耳朵动动手指 就有机会轻松拿大奖 活动闯关办法 听好了哟 首先开启活动网页 www.rti.org.tw 或者上网搜寻听友空中来点名 再来点开音档仔细听 继续填答问卷后 序愿送出 最后没事不要外出 乖乖在家等待中奖通知 这回我们准备了 实用的精美奖品给您 包括旗舰品牌耳机 光柱眉空气净化器 阿临山冠军咖啡耳挂包 台湾复古T恤 与台湾设计师独创口罩组 一共21个奖项 7月16号 两岸ING节目将抽出奖项得主 并同步在央广脸书及官网公布 活动自即日期到7月3号 每个人的活动参与次数不限 但中奖机会仅限一次 最后的最后 别忘了乖乖在家 等待咱们的中奖通知哟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岸区 我们节目持续访问中华港澳 只有协会副秘书长 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大学 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 肖土环 今天所探讨的是有关 台湾和香港澳门的互动 那么在有关香港还有澳门 在台湾的办事处 接点关闭之后 那么到底有哪些的关注焦点 特别是未来的两岸关系 还有中国大陆对台工作 那么接续我们就要来谈 刚刚已经带到了 就是台湾在澳门 是有台北基金文化办事处 那么可能会因为 澳门在台湾办事处停摆受到影响 不过我们也真的要来看 从2016年之后 台湾和香港澳门三地之间的一个互动 两个在台办事处 竟然在短短时间之内 接点关闭 暂时停止运作 在这个时间点所显示的政治讯息 何在难道是 今年是中共建党百年 是这个吗 其实建政可能还比较重要 还是说在某些的时间点上 比如说台湾还没有接受 所谓九二共识 所谓中国大陆对统一的急迫感 不晓得你怎么样来看呢 是我想其实我们今年都注意到说 在中国的三月两会以前 其实大陆方面出现了很多的一个武通说 那但是后来我们也看到说 习近平主席到福建去的时候 他提出了所谓的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跟疫情促容 要来探索两岸融合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道路 那我想当然也让大陆内部 所谓武通说的这样子的一个许期 其实就相对都消弭掉了 那我们当然可以去理解到说 其实目前大陆对台的一个政策 尤其在习近平自己的一个主导下 尽管上还是希望能够加强 跟台湾之间各种的一个交流跟互动 但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下 其实在现实的一个面向上 我们也注意到了 在2019年之后 香港的一个反送中的一个运动 其实带起了台湾对香港 在面临到所谓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变局 甚至是我们去注意到说 我们支持他们所谓争取 合理的一个自由 争取一个普选的一个弱势 使这些台湾在这些方面的一个举措 恰恰刚好跟大陆都站在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方面 那我们对于自由民主人权 这样的一个关注 其实正是北京建立想要 去消弭的一个部分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 我想当然我们彼此双方 对于香港的一个态度 有这么大的一个歧义 也就造成了我们在政治上 彼此在沟通上就有更大的一个摩擦 那我想其实在现在 为什么北京要在今年陆续 暂停在台湾 香港的安奥曼的办事处 我想其实某种程度上 我们也可以去看得到说 随着在去年疫情以来 一直到现在 两岸之间 其实在不管在防疫的一个政策上 或者说在疫苗的一个认证上 其实一直都没有共识 那我想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 我们更加的去注意到说 在去年2020年 香港申请来台湾 拘留的一个人数 从下历史的一个新高 突破1万人 我想实在看在北京的眼里 当然就更加的感受到 或许在刚好这一些 追求所谓民主自由的人士 会陆续未来一直持续的 往台湾来移动 那当然我们台湾政府 也基于人道的一个立场 提供了所谓的一个援助的一个方案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我想其实更加的去 刺激了北京 紧缩他们在治港跟治澳的一个政策上 那当然在现在的一个发展上 尤其刚才主持人 您也提到 今年是中共当今的一百年 我想当然某种程度上来讲 大陆内部的银派人士 当然会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对台湾去展现 他们对港实质的一个控制权 也更加的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逼迫台湾 如果未来还想来恢复 所谓的台港跟台澳之间的一个交流 那或许他想逼迫台湾的事 我们去思考 那两岸关系未来该怎么样来做处理 我想这个其实是 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部分 是 谈到这是香港驻台办事处的 暂时停止运作呢 谈到这个反送中这个部分 让中国大陆不安心 可能感到不安 这可以理解的是澳门 应该没有 不过就像老师您所提到的 会不会是中国大陆的鹰派 这个武统论呢 希望能够给台湾呢 再不接受所谓九二共识啦 这样一个前提的政治交流之下 让台湾有所挫败 或许也是 但是在民间交流部分 是不是也会这样受到影响呢 可是如果说按照刚才老师您所观察的 就是说习近平说以通促容 应该多多交流才对啊 这个拿捏是不是有时候 他们也会陷入一种 比较进退失据 或说怎么样来形容 他们的对台的做法呢 是我想只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 在前期生的所谓的前期条的一个情形下 他们认为不管香港跟澳门 在跟台湾交流互动过程 或者说是台湾要来跟港澳来互动 交流过程里面呢 他们认为说在这样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其实还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原则 那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 为什么我们的驻港驻澳人员 其实在2018年之后 相继一路从处长级到组长级 到现在所有的组员级 其实也都被迫要来签署 所谓的一个承诺书或者切结书 因为他们就是要特别的去强调 不管今天是办事处的互动也好 这种办官方的一个互动也好 或者是民间的互动也好 都必须要去遵守所谓一个中国的一个原则 那所以如果没有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立场上 或者一个政策下 那就没有所谓的一个两岸关系互动 或者也没有所谓的一个台港台澳之间的互动 我想这是目前北京特别去强调的一个部分 在过去其实在前期条开始运作以来 即便在陈水扁前总统时期 或者马英九总统的一个时期 其实虽然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潜规则 但其实港府或者澳府 并没有特别的去针对这一块要求 来进行相关文件的一个签索 但我们就看到在2016年之后 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的一个紧绷 那逼迫的港府跟澳府 开始来加强他们对于跟台湾互动之间一个拿捏 所以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说在2017年的时候 在香港许多的一个相对戒指派或情绪的媒体 他们就不断的开始在大肆的报道 所谓全期条 在港澳对台的一个互动交流式的一个重要性 其实就逐步的去收紧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弱势性 也因此2018年7月我们看到 我们处长没有办法来做拍论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嗅到这样子的一个意涵 也就代表说其实北京对台政策 或者北京在港澳台的一个交流政策 其实他的收紧不是到今天才收紧 我想这其实也都配合着北京长期以来对台政策的一个基调 所以当然刚才陈鲁主持人您刚才所提到 虽然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了 要来进行更多的一个对台交流的一个融合的一个问题 但他最终的或者最高的一个制导原则 还是一个中国的原则 所以整体来看就中国大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对台工作 也持续加压就对了 所以我们就会担心中国大陆对台工作 从这港澳两个在台办事处的暂时停止运作 可能未来会持续缩减相关具有官方性质的运作 这可能是可以预期的 那台湾面对和港澳双边官方互动加入窗口 暂时被关闭 所以我们的人现在要派出去 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顺利 未来对于两岸在台湾跟香港 台湾跟澳门之间 有些人员往来 包括香港澳门都有些学生在台湾就学 相关等等这些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怎么样来建议 刚刚你提到政府应该有所因应 不过你个人大概有什么样的看法或建议呢 所以我想其实当然现在就我们目前 驻香港的台北班的出来看 那我们想其实在随着我们的台机的一个官员陆续回台之后 我们在香港目前还有大概50位左右的一个本地的一个雇员 那当然过去这些雇员他对中华民国对台湾 其实都有比较高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认同感 那当然目前就政府的一个立场来讲 当然就是去调整我们在香港的一个可以去运作的一个方式 也包括去调整我们在人员的一个利用上 那当然是希望尽力的去维持过去能够来协调 所谓台港互动这些关系 那包括刚才主持人所提到 怎么样来协助学生来台就学的一个部分 但我想这其实也恰恰是北京希望能够 极力的去避免的一个部分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在2014年其实香港发生所谓的占中运动 或者称为雨伞运动 那一直到2019年发生所谓的一个反送中运动 其实北京都认为说 在过去两岸前零八年开始之后 由于两岸关系的转号 大批的港澳民众来到了台湾旅游观光互动 其实也更让香港澳门的很多年轻人 对台湾的生活方式 对台湾的民主自由价值 是产生了比较高的一个期许跟认同 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去推升整个香港社会内部 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反送的一个情绪 那当然就北京的一个立场来讲 暂时切断了所谓台港台澳之间的一个交流互动 他当然跟希望的未来 在未来能够持续的来压缩香港来台的一个比例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减缓 那香港对台湾的一个重高度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认同 那当然我想这其实也是我们后续会注意到 或者未来我们在数据上会逐步去看到的一个部分 是这是我们可以来持续观察的 如果说中国大陆要切断台湾和香港及澳门的一个互动 往来的话或许我们也可以再回说 在前一两年包括陆生来台这一两年的开放名额 暂时已经没有了 那还有陆克来台也是一再的缩减这样的政策 或许可以将来看中国大陆对台的工作呢 尽量把人吸引前往中国大陆 所谓的以通促容或许对台工作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些观察 好我们在今天从港澳驻台办事处陆续遭到关闭 目前暂时停止运作所造成的影响跟冲击 还有中国大陆对台工作有哪些的变化 采取哪些做法台湾又该如何因应 非常感谢中华港澳知友协会副秘书长 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 萧都环的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夏副秘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